8月的日拉山依然寒风刺骨 翻过海拔近5000米的压口 便正式进入玉买乡 这是中国西南边陲一个偏远的乡镇 上世纪60年代起 很长的一段时间里 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上 只有桑杰驱巴带着女儿卓嘎和央宗 在此放牧首边 记者驱车进入玉买 海拔随着蜿蜒险军的柏油路不断下降 走到山脚下 便是被原始森林环绕的玉买乡 卓嘎央宗姐妹 近日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说 尽管政府为他们在乡里 修建了两栋崭新的房屋 但他们传承了父亲热爱放牧的习惯 更多时间是在牧场赶牛 挤奶 做奶渣等 上世纪50年代 玉买拥有不少居民 但由于西藏社会的变革 及交通闭塞等原因 居民们不断外迁 只有桑杰驱巴一家守在玉买 他们在玉买各山头轮流放牧 以示主权 卓嘎央宗的母亲于上世纪70年代去世后 两个女儿与父亲相依为命 卓嘎说 父亲带给他们足够的安全感 桑杰驱巴始终相信 玉买的未来一定会很好 会有更多的人搬进来 他还嘱咐家人要继续守护玉买 2001年9月 通往玉买的土路修童迎来了发展 也实现了桑杰驱巴的行愿 年底77岁的桑杰驱巴逝世 桑杰驱巴告诉记者 2007年玉买乡拥有了教学点 包括她的女儿在内的五位适龄儿童 在此读小学一至三年级 2016年 边防部队入驻玉买 这是父亲最大的愿望 2019年 玉买的土路变成了柏油路 实现了冬季宝通 四季网络信号和国家电网覆盖 现在全乡是两个行政村 总共的话就是67户 234人 2020年的话 我们全乡的话 人均可支配收入的话 大概34000元左右 玉买乡乡长任清平措说 老乡长桑杰驱巴的所有期待和心愿 如今都已经实现了